19日一篇题为牡丹江森林深处京县伟建 毁林白亩萧山挖湖建私人庄园的报道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相关媒体报道 在森林资源丰富的黑龙江牡丹江市 有人在张广采岭国有林区里毁林萧山挖湖建私家庄园 却没有任何审批手续 这座名为曹原的私人建筑群从2005年开始建设 总投资上亿元至今仍不对外开放 牡丹江市国土部门曾三次做出拆除并罚款的行政处罚 最终都形同虚设沦为一纸空文 20日九时许记者跟随相关调查组一起进入曹原 记者在园内看到亭台楼阁随处可见 高高低低的建筑全部是仿骨样式 在园内博物馆中摆放着20余种野生动植物标本 其中包括蒙马像等一些珍贵化石 据了解19日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 省长王文涛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 部署调查工作 张庆伟批示要求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成立督察组 推动牡丹江市开展调查 责令牡丹江市成立调查组 迅速查明事实真相 认定违法违规事实 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目前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黄茜 回覆 比